走 进去吧 我说我这眼皮这两个还是怎么一直在跳啊 原来是在跳几位大爷 几位大爷是喝酒啊 还是想找几个姑娘乐呵乐呵 我就知道几位大爷金贵着呢 我敬给 哥几个都是挑食的主 你这楼里的姑娘 我们还真不一定看得上 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在咱们龙山城 谁不知道我们买这楼啊 你们说想要什么样的姑娘 只要哥几个能称心如意 少不了你 那好 我去把楼上的姑娘叫下来 让你们几个挑 不必了 弟兄们都有腿自己回程 大爷 我去给你们叫吧 我去给你们叫 大爷 大爷 慢点慢点 兄弟们都听好了 带你们来就是发贤寻开心的 看上哪个就给我带出来 几位大爷 我看你们不是来找乐子的 是来砸场子的吧 我告诉你们 老娘开得起这个店 我背后是有人的 我也不是好惹的 我告诉你们啊 大哥都看过了 没有什么好的 一个个人老朱皇 别着急 没听过那句话吗 叫金屋藏娇 好事多磨 这屋人呢 几位大爷 这屋的姑娘一大早就出去了 现在也没回来 要不到下面喝杯茶 不必了 知道吗 兄弟 跟咱爹说 今儿晚上我就不回去住了 爹要的黑狗 我一桌儿给他找着 行 那你留着继续耍 我回去告诉咱爹 去吧 好 好 愣着干吗呀 赶紧上酒上菜 好好好 好好好 这个 我得感谢各位记者 正打着仗 你们能来采访 我很佩服 我希望你们用手中的笔 用照相机把这些都记录下来 把消息向外边发布出去 马主席 日军陈兵逃难 虽然头一场战役 主席率领黑省守军 给日军迎头痛击 但主席是否想过 如果日军再次卷土重来 黑省何以党治 这些小日本这帮畜生啊 不顾国联的调停 一再进犯 那我要告诉你们的是 来一次 我们打一次 子弹打光了 就是掐我也得掐死他们 马主席 听说日军的铁甲部队 已经集结完毕 黑省守军 是否也有秘密武器未曾露面 秘密武器肯定是有的 但是我现在不能说 等再打起来 我们就会用上 主席 日前日本的清水岭市 在龙江无故失踪 日方怀疑是主席派人为之 请问主席这是否属实呢 不属实 日本人扯淡哪 我跟你们说吧 这个日本人哪 还怪人 这个 跟这个世界上各国的人 他不一样 这个上千年了 日本人啊 就在一个小岛子上活着 那么屁大个地方 你想啊 把一个人 关在一间屋子里 那人得憋成啥样 我说啊 这清水啊 可能就这毛病 没说憋得满哪儿跑啊 如此说来 马主席知道清水岭市的下落了 我知道他的下落 我先跟你们说一个事儿吧 这个日本的军队啊 有一个特殊的地方 叫什么呢 慰安所 就相当于咱这儿妓院 就是姚子 我估计啊 这清水啊憋得 没招没落的 有可能就跑姚子里去了 马主席的意思是 清水岭市去了妓院 对 他现在就在妓院 你们这些记者啊 一会儿得好好采访采访 别让他日本政府啊 没事儿 就往我们脑袋上扣屎盆子 对不对 双喜 带着这些记者到妓院去采访 好好采访采访清水岭市 你们得把真相给我说出来 去吧 是 你们这是干什么 女的不能进来出去出去 还有你 怎么拿照相机呢 出去出去 听说日本领事清水就在这儿 他在哪儿 什么 清水浑水 这儿没有没有 出去出去 走走走走走 看到我吗 你是 我告诉你 如果让我查出你们店里边有日本人 我就把他给拆了 让开 您不是省政府的V队长吗 您怎么在这儿 奉马主席之命抓捕要犯 要犯呢 我屁股里也坐着呢 还不赶紧出来 再不出来我开枪了啊 别 别开枪 别开枪 我是日本领事清水 这是什么 清水先生 先生 不可能啊 堂堂一个日本领事怎么可能在摇紧的床洞子底下待着呢 是我 是我 我真是清水 真是清水 我这就出来 你们这是 清水领事您知道因为您的失踪国际上舆论滔滔 请问您这两天都是在鸡院里度过的吗 我懂了 清水先生啊 是癖好比较特殊 旧号这口 旧卷钻咬紧的床洞子 这是我的自由 你无权干涉 你无权干涉 我无权干涉 我无权干涉 带走 你 你们 你们这是 我要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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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这是干什么 这是干什么 你 他就是清水 清水亮神 这两天 你可让我们好找啊 我要抗议 我要向你们政府提出严重的抗议 啥啊 你要抗议 抗议可以 不过现在看来 你得回国之后才能抗议了 马主席有令 查封日本领事馆 离送你们出城 回哈尔民卖单去吧 如果你们还不知好的 那省政府可就不能保证 贵国外交人员的安全了 就这两事 请吧 你跟马震山 咱们走着瞧 看看到底是谁笑的最后 马主席让俺转告 他和你们小日本 冰火不同颅 你们就死了这条行吗 走着瞧 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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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